蝴蝶蓝 哈喽,大家好 这一颗蝴蝶蓝大概在10月中旬的时候把它一分为二了 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们的进展 首先来看一下下半截 从上面看,没有一点生机 都是黄黄的,上面的根都差不多干枯死了 之前早几个星期我还发现它这边长了一个小芽 在这个凸起的这一点 当时心里还美滋滋的 以为就成功了 大概在三个星期之前 就发现这个新长出来的芽点已经变黄 后来也发现原来还是绿色的枝梗 也慢慢的都变了黄色 上面所有的根也跟着慢慢的都干死了 下面这些根看上去还是挺饱满的 也长出有几条新的根 这些根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因为上面的头部都已经干死了 这下半截也就失败了 再来看一下上半截 上半截已经长出了一片小叶子 虽然它已经长出一片小叶子 但是它的叶尖 就像这一片大叶子一样 尖尖都是有一点点发黑的 我想这一棵兰花可能是有某种病菌在里面 这里长出了一条新的根 有新根,有新叶子 就说明了这一盆蝴蝶兰已经浮盆了 也开始正常的生长 这个白点是新的根尖吗?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根 原来的根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 也没有发现有烂根 但是也没有发现有其他新的根尖长出来 这个蝴蝶兰在给它一分为二之前 它开完花之后 几个月都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好不容易长出一片新的叶子 那一片叶子 没多久也是变黄了 所以呢就想着把它一分为二 把它刺激一下 看它能不能好好的生长 现在看来把它剪掉之后 它还是有进步的 长出了一片叶子 还长出了一条新的根 这个蝴蝶兰把它一分为二 重新上盆之后 我都是保持它的水苔是湿润的 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一般都是等这些水苔完全干了 才给它浇水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白色的这一点 我感觉它应该是一条新的根 应该不会是花芽吧 我不希望它是花芽 我更希望它是一条新的根 新的根长好了 以后有机会开花的 上半截总算是成功浮盆了 这一次一减为二的操作 只是打了一个平手 一半成功一半失败 总结失败的原因 我想应该有两个 第一就是时间错了 应该挑选春天夏天这一段时间给它分减 第二个原因就是早几个星期开了暖气 没有留意它可能是让暖气给吹干了 虽然没有惊喜 但是也还是有一颗蝴蝶兰 也没有算损失吧 在详细时的详细时的详细时 在详细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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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时